我喝多了 我 我连我刚才说什么都记不清楚了 我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不想让你拜信 我这心里也很烦你知道吗 可是我一不方便跟你说 我只能憋在心里 然后你就可怜巴巴地去找他诉苦 是不是 沈莉 我先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自己能回家 小林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 请你尊重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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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见了 给顾伯伯打电话 想什么呢 喝了很多酒吧 没有 就喝了一点点 那个林经理刚给店里打过电话 问你回来了没有 她好像喝醉了 她说今天晚上人也生气了 让我好好安安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要编织最美的童话故事 我是林阳星星的孩子 想再也哭话自己的名字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想把最美的童话 变成现实 妈妈先吃 我是林阳星星的孩子 在黑暗中无力地坚持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怎么还听电话 要编织最美的童话故事 我是林阳星星的孩子 想再也哭话自己的名字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如果真的不想听电话 想把最美的童话 变成现实 若是不想触下去呢 就什么都不用解释 让我女儿费心的人 想必也是个聪明人 好 Jack 你先沏一杯 你的小瓶子里的咖啡给我 好吗 你很神奇 你的眼神清澈见底 盛林 我是真的喜欢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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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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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离 沈琳 沈琳 你不介意吧 什么坏 嗯 一行啊 我仔细考虑过了 赵涛不能进网络小组 为什么 你怎么了 我没事 走吧 我没事 沈琳 你真的不适合启明 启明也不适合你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 布爷 一个坏消息 林经理 不同意你进网络小组 我料到了 可能是我得罪他了 不不不 是我的错 我直接向李总推荐了你 不过你别担心 你写那份文案我看过了 对公司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 非常有利用价值 也非常及时 我会去想办法 确服李总 让李总去找林经理谈一谈 喂 杨总监你好 什么事你想 董事长提前从技地赶回来了 他召集董事会 今天下午两点在公司开会 荣幸议题便是 网络销售的策划于立项 我希望你立刻做好准备 就网络销售和品类学的植入 做一次完整详识的植入 我知道了 这次机会很重要 陈述一定要做得精彩有说服力 怎么样 有信心吗 有信心 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是我应该感谢你 是你让这个项目柳暗花蜜 也给了我信心 该说些的应该是我 那件事情多困了你的帮忙 我已经到财务处预设了公司 老公的医疗费用已经解决了 明白的 公司理应体虚下属的困难 再说你也是起门的干家和人才 希望你寂静全力 您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 那好一会儿会上见 再见 陈总 你真的要走啊 陈总 说不走就走哪家公司妈你啊 对啊 刚升职没几个月多可惜啊 哎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真的想好了吗 外面的大公司可都在裁员呢 身体 陈总 你怎么走 是不是宿泊的事是挺好的啊 好 我们一天混到这个位置 你说的人就好了 哎 兄弟 你可真想好了 真想好了啊 来 谢谢啊 陈总 听说你要走了 我赶紧上来了 你走呢 我干脆搬上来 坐你的位子吧 来放你进 放点工作 行 你坐吧 好 陈总 来一下 中午有空吗 一块吃个饭 我的快走吗 你还不肯给我个面子 好吧 方总 来了 不是说好了 领完工资再走的吗 怎么 为了沈黎 送花的事我听说了 这丫头也抬不给面子 也不是完全为了她 我是想让电器店能够尽早开起来 那是不是 因为我和叶欣签的那个协议 不 那是你们俩的事 叶欣的事 他自己做主 请 repeat Xia 欣姐 嗯 这些数据我全核对过了 肯定没有问题 啊 然后下午我约了一家 IT公司的副总 去谈一下联网合作了一下 好 对了 来到管轨公司那一边 你跟苏宁赶紧碰一碰 我们今天有几个大的项目 可能要和他们合作 行 那我现在就过去 好 好 我说你至于吗 没有 没有人给你抢影 人走茶凉 人家陈从还没走呢 你就厚着脸皮 跟人抢位置 你太势力了 这跟势力有什么关系 我刚刚跟人家说好了 他很乐意的 并且我现在又是 销售中心的人 到那里去办公 方便工作 是方便 巴结方总吧 谁不知道 你最近跟骨皮膏药似的 念着方总啊 蔡包子 就你那些本事和伎俩 想占陈从的位置 门都没有 不认识 方总 您放心 我跟你会好好合作的 不会让你吃亏的 这我相信 方总 还有件事想拜托你 坐说 我离开公司之后 您能不能关照一下沈黎 她吧 是个新人 不过她很聪明 也很努力 就是经验不足 我觉得女孩在职场工作 挺吃亏的 付出得多 得到的少 您说是吧 这一点我不能苟通 至少在我的营销中心里 男女绝对得得 到底怎么回事 谁会让你有这种成见 就拿叶欣来说吧 论能力 她绝对不比男人差 在启明的三年 她成绩突出 工作勤奋 可是每次升职加薪 都轮不到她 您觉得是不是很不公平啊 想升职 想加薪 想有好的业绩 不努力奋斗 光靠留学拍马 你做梦去吧您 我一个大男人 自然没有你们女人 那些本事 在职场里婚 男人靠的是能力和本事 你们女人嘛 简单 凭着几分姿色 就可以占上风 傍着老板就能发财 那真是省钱又省力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蔡包子 你中菜中晕了吧 你人还没走呢 就算得不认人了 女人怎么了 我们混职场的女人 就得非得靠卖身是不是 那可不是我说的 是天地良心啊 蔡包子 你别小人得失过河柴桥 你在企划部混日子 混得还不够啊 要不是大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背着你去打小报告 你早就被炒鱿鱼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又为什么 被炒鱿鱼了呢 我怎么了我 怎么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借着启明的平台和资源 接了多少私活 数得着的我就能跟你说出几家来 要不要我跟你说说呀 好了好了 我忍不起我躲不起我 老蔡 你尝微微呢 你不问我 你不问你 你过来做吧 你不问我 现在干什么 你不问我 我方船班从心里欣赏叶欣的才干 否则也不会极力说服她 到我们营销中心来干 你这个人啊 就是这么厚道 沈黎都这样了 你还在为她着想 爱情这个东西 真的是让人鬼迷心跳 让人鬼迷心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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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